大家好,上一集我们说了怎么样才能让蝴蝶兰开花 这一集我们来说一下蝴蝶兰开花以后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来保证它在下一轮能够正常开花 你看这个蝴蝶兰这么漂亮,开完花以后我们肯定是要好好地养护才会有下一次的开花 蝴蝶兰开完花以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剪枝 剪枝分几种不同的情况,现在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组织开完花以后它其中的一个节节有开出花 这时候我们要尽快地把开完花的组织剪掉 不然的话组织很消耗养料会影响这个新发出来的侧枝的开花 你看好像这个也是一样的,把这个组织剪掉 剩下的还继续让它开花 当然你也可以都剪掉,这样子的话它下次开花可能会开的大一点 另外是像这样子你来看一下 它分了好几只出来,其中一只已经开完了 那两只还在开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快地把开过花的这一只剪掉 以免消耗养料,剩下的正在开的或者将要开的还继续留着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这样花已经快开完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你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只会徒劳的消耗养料 是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的汁给剪掉 来保存养料,让下一次更好的开花 那么剪汁怎么剪呢?之前我们也专门有视频说过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把它一下子剪到底 来看一下这一株,它已经开败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这样我们就从底部把它剪掉 还有另外一种剪汁方法 之前我们也专门说过 我们可以在它第四节或者第五节的地方把它剪掉 如果你这个杆特别强壮,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蝴蝶兰通常情况下,非常喜欢在第四节或者第五节的地方 又再发出一个新的花芽 你来看这个,三,四,是吧 它这里又发出一个花芽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剪 很多朋友问,这种在第四节或者第五节的地方剪掉花枝的情况可以用几次 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只能用一次 你看一下这一株,之前在第五节的地方剪掉 然后它在第四节上发出来花,开完以后整个杆就已经完全枯死了 不能再用了 那么除了剪汁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一下是否需要换盆 那么怎么判断是否需要给花换盆呢 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这个花长大了,盆太小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很多黄叶子 这个时候可能根不好了,也许已经烂了 那就要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重新换盆 第三种情况就是气根在外头长得非常多 他们完全不愿意往盆里长,这时候盆里的基值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也要看一下 那么在什么时候换盆好呢 任何时候只要开完花都可以换 当然在夏季休眠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兰花 你从它根部可以看出来,它好几个地方都开过花 然后被捡过花茎了 所以这颗花是比较老了,它在我们家最少应该有五到六年了吧 你现在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叶子很黄 叶子黄的原因很多,通常第一个可能是有虫害 第二个可能是叶子本身就生病了 第三个它就是老了,还有就是可能根不好了 另外大家都知道在蝴蝶兰开花的时候 它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帮助开花 所以叶子在这个时候失掉了养分变黄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没有虫害,好像也不是生病 那么它的根部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才来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把这盆花拿出来看一下 通常我们如果决定要换盆的话 那个星期就不要浇水 这样它的根稍微的有一点缺水就会比较软一点 在换盆的时候就不容易折断 如果你一直浇水,它的根就会很脆 反而会伤害更大 现在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好像这个根的状况不是特别差 你看它没有什么坏死的根,也没有很多烂的根 个别一两条是有的,但不影响大局 所以它这个黄叶子应该是和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没有虫害 所以这个叶子很可能就只是老了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开花的时候它把所有的养料都供给花 现在它这个自己就不大行了 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这个黄叶子 你看像这个黄叶子是黄了一半 那有的人可能会把它剪掉一半 但是一个是不好看 另外一个剩下的那一半还会消耗很多养料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它剪掉 把它全都剪掉 有时候挺心疼,不过也没办法 你看它黄了一半 黄的这边肯定是不可能再滤回来了 另外的那一边剩了一半其实也不好看 这个黄叶子上有一个疤 也可能本来是生过病的 但是它也没有扩展 所以我就当它还是没有生病吧 也可能哪一次不小心碰伤了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 另外这个也黄了 像黄到这种程度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变成绿色的了 那你留着会影响新叶子的发育 因为它会消耗掉很多养料 所以我就还是把它剪掉 现在来看另外一盆 这一盆你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气根都长出来了 长在盆外面非常多 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在不停的往外长 之前我们专门有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这个兰花的气根长得太多在外头 它不愿意往下长 我们打开来以后看是因为它的这个质量已经太老了 兰花已经不喜欢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盆是什么状况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你可以看出来 它这些气根为什么不往里长了 因为这个盆太小了 里面的根完全的都长满了 还有很多朋友问 我换盆的时候这个气根会粘在盆上 那怎么办啊 拿下来不就受伤了吗 那也没有办法 你轻轻的把它拿下来 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这两个根你就不换盆 因为这个盆已经太小了 完全不够了 如果伤到一点也没有关系 它还会长出新的根来 我多次的和大家说 兰花的生命力非常强的 它自己会调整 你只要给它好的环境 足够的水分和肥料 它自己会生长好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你来看看这些根 它们生长非常好 满满的长在盆里头 还有一些和植料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蝴蝶兰开完花以后 我们捡枝 然后呢就要考虑一下是否需要换盆 如果是上述几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要换盆了 换好盆以后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需要施肥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两种不同的兰花肥料 其实它们的蛋链钾含量是不一样的 但是总体来说问题都不是太大 现在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兰花开完花以后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剪枝 先把开完花的枝剪掉 第二件事情你是观察一下 看看有哪一些兰花需要换盆的 换完盆以后的兰花 就给它们施肥 这些施肥的视频之前已经有不少了 大家都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呢就进入正常养护 那么养护期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具体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兰花基础知识的第二集 上和下 那里头都讲得很清楚了 你需要给兰花什么样的条件 它们才能够在秋季又开花 等到深秋的时候又进入另一轮开花期了 肯定有朋友会问 那么我这个兰花一年开几次花呀 开完了花以后下一次多久才会再开花呀 我会在后续的视频里头一一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